他第一时间躲到沙发后面 连忙示意自己是线人 警察也让他不要发出声音 可有一名黑帮成员的出现 让他再次陷入困境 看着前方的手枪 他决定搏一搏 否则他肯定完蛋了 还好子弹精准击中对方 他也算是侥幸逃生 可他的女朋友就没那么幸运 因为杀手已经找到了他的位置 还好小女友智商在线 跟另一个室友及时躲到了卫生间里 可杀手却一步步朝他们走来 突然外面一声汽车的鸣笛 才将杀手吸引过去 男友回来还在跟朋友说 自己为什么当见人 朋友却当场脑出血 他昏芒躲到车外开始还击 说狂你来我往却打了个寂寞 他也趁机跑进大楼 当他小心翼翼的来到楼梯 空中纷纷掉落下大量钞票 他捡起一张端向起来 上面却染满了血迹 然后一个女人从楼梯上掉落 也将他扑倒在地 可他仔细一看 却是一具尸体 而那个杀手也随后出现 开始朝他射击 他是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然知晓他的软肋 用金钱和女人迷惑他 还好他为人轻正连结 才没有落入陷阱 他几位优雅的躲到拐角处 准备跟杀手决一死战 可当他再次望去 却没有一点信心 因为那个杀手简直太慢 举手投足之间看似云淡风轻 可浑身上下居然没有一丝破绽 他长输一口气 放弃了全力一搏 而是虚晃一枪飘出窗外 虽然他成功逃脱 可腿部还是中了一枪 他一蹶一拐的准备逃走 却发现小女友从天而降 还好双方都还活着 他也连忙去接女友 落地时却不巧踩中了玻璃茶子 女友他们撕心裂肺 却没有时间拔掉 因为杀手也在此刻赶到 两人没时间再斗瓶 两瘸两拐得像汽车跑去 可轮胎却不知道被谁扎漏了 男人不仅开始埋怨女友 告诉过他不要上传视频 这下好了 他的奶奶把魔鬼放了出来 可是已如此 两人现在只能拼命地逃亡 杀手顺着地上的脚衣 猜测他们可能逃向人多的地方 于是他来到不远处的一个派对 可跳舞的人实在太多 他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小情侣 而且还有不开眼的拉他五杀一曲 结果杀手毫不客气地送他见了上帝 接着他又开始无差别射击 五吃中夜瞬间跑没了人眼 只有一个孩子动腿慢了 不过他也灵机一动 好心地提醒了杀手 杀手为何这么望我的追杀两人 因为当地有个六百年的传统 不允许本地女孩嫁给外来者 否则就会遭到荣誉处决 乔蒂因为反对奶奶为他包办婚姻 在婚礼当天与男友阿苏私奔 可奶奶是当地议员 势力极为庞大 为了防止被抓回去 他在老师和律师的帮助下 前往法院证明 两人是自由恋爱 于是法官决定在一个星期后 举行听证会 让女方父母到场证明 如果不来也要提供书面声明 他们不会对乔蒂造成任何伤害 这几天他们可以住在一个 叫爱之旅社的安全屋 里面都是反抗家里包办婚姻的情侣 那里可以保证 他们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 可乔蒂却把他和阿苏的视频 传给了家里 乔蒂逃婚的事让奶奶颜面尽失 倾家也非常不满 财里都给完了 你们救完消失 如果不能把乔蒂抓回来 就让乔蒂的妹妹带姐出嫁 可即使是这样 仍不能平息奶奶的怒火 他决定要执行荣誉处决 于是他雇佣了胡子哥 追杀乔蒂和阿苏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要见他 胡子哥的威名令人闻风丧胆 在处决这行 绝对算得上是专业 为了维持当地六百年的传统 他亲手剿死了自己的亲侄女 和侄女的小男友 虽然胡子哥冷酷无情不苟言笑 可肚子中了一枪 他也得想办法处理伤口 于是他来到宠物医院 取出了那颗蛋头 也认识了病友小黑 而乔蒂和阿苏躲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 可外面却突然来了一辆车 乔蒂直接拿走阿苏的枪 现在阿苏的伤口血流不止 两人总不能两绝两拐地逃亡吧 他准备抢走外面的车 他拿着枪一步步靠近汽车 可接下来的一幕 简直震碎了他的三观 当阿苏醒来的时候 才发现面前多了两个男人 原来大波和小黎 也是为了逃避失俗的家属 所以选择了为爱私奔 四人志同道合结伴前行 身边都有了爱人相伴 他们也要前往自由的远方 不是为了逃避艰难的世界 而是为了找回曾经的自己 与此同时 警方也发现了爱之旅社的凶杀案 只不过我记得这帮人不是在床上吗 也不知道哪位大哥都给搬下来了 应该是为了让画面更加震撼一些 这种残忍的手段 老探员一眼就认出是胡子哥的节奏 可局长还在一旁辩解 胡子哥七年前就被处以死刑 数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老警员不禁玩耳一笑 大哥你可别装了 你说多少自己心里没数吗 有人坏了一具老人的尸体进行的火化 那都没牙了 谁看不出来啊 老警员也怨恨胡子哥 他亲眼看到弟弟死在面前 就是胡子哥进行的荣誉处决 所以他联系了乔弟的老师 希望他偷偷收留乔弟 帮助乔弟躲过胡子哥的追杀 此时乔弟和阿苏躲到了一个酒店 乔弟和家里视频通话 才知道奶奶让妹妹替他嫁人 爸爸也因此感到羞愧 自己女儿的命运却要由别人做主 他知道自己无法参加乔弟的听证会 所以他会出一份书面证明 同一乔弟嫁给阿苏 然后再想办法阻止小女儿的婚礼 哪怕得罪他那个独裁的母亲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阿苏打开那袋子钱 才发现里面有个电话 他一直做着非法的生意 为了洗白才跟警方合作成为线人 那次交易所有的人都死了 他也拿走了一袋子钱 可却没注意里面竟然有个电话 不巧的是 胡子哥也因为这个电话追踪到了他们 两位因为乔弟妹妹的事吵了起来 乔弟想回去把妹妹救出来 阿苏却觉得这样很危险 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也许已经有人顺着电话追踪而来 此时敲门声突然响起 大波和小黎帮乔弟买了双鞋子 特意送了过来 乔弟为了感谢 也和小黎翩翩翩起舞 可看似平和的背后 却是行风雀雨的前奏 因为胡子哥已经到了 两人冲出酒店 抢了一辆花车 然后在胡子哥的枪林弹雨中逃之夭夭 此时的罗弟不禁暗自悔恨 如果刚才他听阿苏的话早点离开 大波和小黎就不用这么早瞎现了 这对苦命约要最终死在了一起 也算是在酒泉之下团聚 罗弟驾车来到老师的家 老警员也安排了一名手下在这里留守 罗弟两人只要在这躲几天 等到法院听证会后 就可以远走高飞 不过明天就是罗弟妹妹的婚礼 阿苏准备晚上回家先看看母亲 然后明天尝试能不能把妹妹救出来 却想不到胡子哥早就到了他家 等阿苏回家后 也只看到了母亲的尸体 他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极度愤怒 就是因为罗弟的奶奶才造成现在的状况 所以他必须要报复 第二天他驾驶划车直接来到婚礼现场 装作送糖果的工人混了进去 然后用枪对准了奶奶 一名护卫刚要反抗 就被他一枪击倒在地 罗弟的弟弟冲了出来 别看他年纪小 却和奶奶一样是个遵守传统的人 反而罗弟的爸爸来到阿苏面前 让他把枪给自己 自己家的事自己会处理 有了爸爸这个坚强厚盾 阿苏也带着妹妹直接离开 准备去找罗弟会合 可胡子哥却已经到了老师的家 雷死了车里留守的警员 罗弟从午睡中醒来后 面前坐着的正是他最不想见到的恶魔 当老师回到家 看到心爱的狗子躺在血泊中 他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果然罗弟被胡子哥吊了起来 就像对待其他那些女孩一样 原来胡子哥是老师的爸爸 当初就是老师帮助叔叔家的妹妹私奔 结果最后被胡子哥抓到 全部荣誉处决 他讨厌自己的女儿不遵守传统 他也讨厌自己的父亲嗜血成性 最终老师终于做出了反抗 可他怎么能是胡子哥的对手 不过罗弟却趁机挣脱了绳索 阿苏把车停在路口 可始终打不通罗弟的电话 他还在担心女友的安危 却不知厄运症悄悄降临 罗弟的弟弟还是追上了他们 处决了阿苏 并抢回了姐姐 家族的传统也不可能更改 阿苏来到一片冰天雪地 罗弟在这里已经等他很久了 等他带自己逃离这个冰冷的世界 阿苏说着对不起 因为自己再也不能陪着罗弟了 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帮他改变命运 因为他们的力量太弱小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罗弟也没能逃过厄运 胡子哥还是毫不留情地处决了他 然后把枪留在了他的身边 老是此刻也被深深的无力感所包围 他一直在帮女孩们逃脱命运 却一次次的失败 从他的妹妹开始 最后到他的学生 于是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许这样对他也是一种解脱 所以这里的一切仍是没有改变 只是多了一些 反抗命运追求爱情的亡魂 而胡子哥却恰好不在其中 不过这并不代表 他就可以一直是制裁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